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竟然还让助理都跑龙套 随后才弄清楚自己演的是咸丰皇帝还是个主角 而梁家辉的演出也没有让老爷子失望 并且继续拍火烧圆明园续作的《垂帘听证》 该片中他把咸丰皇帝演得细致入微 多年后梁家辉回忆他当时并没有多少演习经验 导演说怎么做就怎么做 甚至腿放哪个位置都是听导演的 而当时与他配戏的女主角 已是红遍大陆的国家一级演员刘晓庆 刘晓庆拍《垂帘听证》时不懂广东话 梁家辉又不懂普通话 二人演戏就靠一把扇子 适应皇帝的梁家辉不停拨扇 只要扇子一停 刘晓庆就马上接上对白 这是宫亲王奏请来热和的者 挖下去 六爷是跟皇上一块长大的 有什么话总给皇上玉笔猪批才是吧 我叫他出面义和 无非是担了个名 把局势缓一缓 腾出功夫来好调兵前将 谁知道他只听到老丈人桂梁的话 真的给洋人打起交道来了 《垂帘听证》让当时还是学徒的两家辉 一举拿下第三届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那时候是1983年 他26岁 是香港历史上最年轻的影帝 至今还保持着这个记录 因导演李汉祥有知欲之恩 梁家辉始终对他有父子之情 因为李汉祥也曾打算着手拍《溥仪自传》 《我的钱半生》 结果却被意大利导演贝托鲁奇 抢先卖走了版权 制作末代皇帝 贝托鲁奇找到梁家辉出演末代皇帝 一面是恩师 一面是机遇 梁家辉选择了恩师 拒绝了贝托鲁奇的邀请 后来大家都知道 末代皇帝由意大利 英国中国三个国家联合拍摄 这部片子横扫了第六世界 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影片 最佳导演 最佳改编剧本等九个大奖 可以说梁家辉拒绝的是天降大饼 但同时也为他创造了另一段起源 当贝托鲁奇得知好友 让雅克阿诺正在为电影情人 寻找一位中国男演员时 便向他推荐了梁家辉 梁家辉也是分符合导演心目中的形象 情人根据玛格丽特·多拉斯的自传小说而改编 讲述了发生在17岁平寒家庭里的法国少女 与中年玩裤子弟之间的凄美爱情故事 优雅高瘦坐着黑色轿车 穿梭在南洋喧闹市集的中国男人东尼 他对17岁的法国少女简一见钟情 而简因家庭贫困 也想找一个有钱人做情人 但因东尼是亚洲人 而遭到百人家庭的歧视 少女告诉妈妈 为了钱而不是真爱 东尼也有家族选定的未婚妻 两个有明确目的的情人 为不能永远在一起而珍惜 结果爱而不得 这段罗曼史是作家杜拉斯的初恋 那年他刚刚15岁 也成了他永远怀念的遗憾记忆 是一部创造了法国票房的电影 梁家辉的小说里 《华侨阔少爷东尼》 一个活生生的样子 东尼是个瘦弱的中国人 但他一点都不懦弱 面对简大哥的挑衅 克制皆有风度 有自尊有气场 打破法国电影两年来的票房记录 梁家辉没有在亲人扬明国际以后 趁热打铁 多拍一些严谨的文艺作品 以巩固自己的风格和地位 而选择回国发展 29岁与法哥合演了《监狱风云》 被称为华语监狱片的开山鼻祖 是导演李领东《风云三部曲》的第一部 梁家辉在里面扮演了正派老实 憨厚但有些执着的卢家药 因一次正当防卫 意外失手 打死调弃恋人的混混而入狱 刚入狱的卢家药 是个心直口快 没有半点心机的老实人 他不懂监狱的生存规则 看不顺眼的事情就一定要说 于是得罪了这些帮派老大 遭受欺辱 被仗义的育有老囚犯阿正绑住 成为患难之交 监狱长的逼迫 让善良政治的卢家药 试图用玻璃剖腹自杀 八面玲珑的阿正选择用最极端的方式去解决了问题 就因为他是菜鸟 你就可以让他背黑锅 那天在餐厅我请你调他去医院 但是你不听我的 你要我怎么做 两人不仅要抵御黑帮的欺负 还要反抗恶警点狱长乌鸦哥的陷害 拼死的抗争 引发暴动 而引起上方的关注 得以逃脱命运的约束 监狱风云 让梁家辉成为了公认的一线影员 32岁与张曼玉主演电影《爱在别乡的季节》 凭借该片 获得第27届台湾电影金马奖 最佳男主角 在徐克导演的经典武侠片《新龙门客栈》 再次与张曼玉合作 此片直接拿下台湾电影金马奖 香港电影金像奖 成为武侠电影的一座风碑 本来导演启荣的男主角 是功夫武打风头正盛的李连杰 但当时 碰巧他的经纪人被黑帮暗杀 他避险错开了 不知是不是天意如此 男主花落梁家辉 梁家辉扮演的周淮安 因相貌堂堂 被黑店店主金香玉一眼相中 偏偏 他有患难与共爱人邱莫言 为了大意 周淮安压制个人情感 假意答应与金香玉结婚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 嗯 我要拜唐成亲 我男子很大丈夫 名人不做暗示 借金香玉的势力于密道 击败东厂大太监 曹绍青 率领的大批高手的围剿 最后 两家会凭借 九二黑玫瑰 对黑玫瑰中的 旅籍一决 获得影帝称号 获得了第十二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玫瑰姐姐 回来跟你成亲了 真的 你看他 长得张头鼠目的 绝非善内 之后 参演《东城西旧》 和《东邪西毒》 但两部电影关系错综复杂 《东城西旧》 二十七天的时间 连剧本都没有 导演晚上不睡觉 都在想着 第二天的戏怎么拍 演员前半天 拍枯燥法味的《东邪西毒》 后半天又转换性格 随时准备拍爆笑的《东城西旧》 这样的情况 随时可能造成 严重的人格分裂 也幸好是当时的演员 都是演艺界的剧情 肯吃苦又实力 梁家辉 也是在这段时间 演技系录 发生了巨大变化 《东城西旧》里 找真心人的段网页 《东邪西毒》里的 风流梯躺的黄药师 两部电影 都拿下不错的成绩 都成了经典中的经典 1997年 主演了犯罪电影《黑金》 在拍摄《黑金》时 为了了解政治人物周朝鲜 他搜集了很多报道 台湾政坛 和黑社会的八卦杂志 结合剧本 着手为周朝鲜 那个角色写小传 当梁家辉 把写好的人物小传 拿给导演麦当雄看时 导演完全傻了 你写了十万字 比我的剧本还要长 我们做的都是Bench 都是Rose Royce 你做马自达 怪不得你塞车 你迟到十一分钟 就是不重视这个会 就是看不起我们 你凭什么要我们 当你还是兄弟 这就是梁家辉的 方法表演 这里的方法表演 套用梁家辉的一句话就是 多了计算 少了即兴 而这种表演 在江湖告急中 更是一针画镜 为了配合场景 烘托氛围 但是梁家辉的衣服颜色 和搭配就有十几种之多 梁家辉把自己独特的 冷幽默和秩序化的 黑帮风格完美统一 2006年 凭借电影黑社会 饰演翻脸速度 比翻书海快的黑帮老大 获得第25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2013年 凭借韩战 获得第32届 香港电影金像奖 最佳男主角奖 从韩战里 刚烈无比的警戒精英 到韩战2里面 善恶难辨的跳反音派 梁家辉为影迷们 贡献出了教科书般的 影帝演技 可以说 梁家辉是天生的演员 与其他演员相比 算是非常幸运的一位 机会都很不错 他把握的也很好 根据他的演艺生涯 能看出少年时期 适合文弱书生类型的角色 中年适合星期大佬 类型的角色 从出道时的火烧圆明园 到后来的监狱风云 黑社会 韩战 让我们看到 他不同时期的演技上的变化 这集中努力 又有多少人知道 下期 敬请期待 生活中的梁家辉 我话讲完 谁赞成 谁反对 我反对 关注更新更新 带来更多精彩内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来吧